作為一個海洋生物學家 我自己覺得可以說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 為什麼呢 當然一個就是我自己有這樣的興趣 從小其實我是香港長大 但是我不是在市區的 我當時在鑽石山 就是很荒蕪的 我們家裡周圍都是一些菜地 但是我們還喜歡去山坑玩 去爬九龍峰 我自己的說法 我可以說我是在山卡拉裡面長大的 所以至少對大致人 有很深厚的一種情結 在這個大自然環境長大 現在又有機會研究一些海洋生物 當然是很有興趣 但是你越研究這個生物學 其實你對於生命 就越深入一點的理解的時候 就是發現生命是這麼奇妙的 但是另一方面呢 其實更發現神創造的偉大 當你更知道生命的奇妙的時候 其實你發現創造生命的主是更偉大的 就像愛因斯坦他研究物理學 他研究太空 他曾經的說法就是 我越研究科學 我是越深信上帝的 所以這些話 其實也都可以代表我的心聲的 我越研究生物學 我就是越深信上帝的 我就在培政讀中學的 在培政每個星期都要上聖經課 讀了六年 對於聖經道論 新約 舊約 特別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耶穌生平 對於耶穌這個人 他主要的說話 他行的神跡這些 就是有一些基本的了解 當時我其實很抗拒的 我不願意接受任何宗教 因為我小時候已經有這樣的想法 我要做一個科學家 科學家不可以迷信的 當時我以為基督教都是普通的宗教 但是因為聖經和耶穌的生平 給我印象很深 我覺得聖經的教訓 是做人的一個很好的標準 其實父母的教導 中國孔孟之道的分圖 再加上耶穌的教訓 我覺得是很融洽的 就是我要追求人生 我就是希望做一個所謂的好人 但是我就不想作為一個所謂的宗教徒 不想接受任何宗教 但是我完全認同基督教的教訓 基督教的文化 以現代的人的說法 其實我讀一下聖經 已經成為一個文化的基督徒 但是我沒有接受耶穌作我的救主 但是我為什麼後來會信呢 說起來很多人都很驚奇 原來我是在香港大嶼山的寶蓮子信耶穌 為什麼去和尚廟信耶穌這麼奇呢 就是長話短說 其實最簡單的就是 我們當時那幫年輕人在香港是很苦悶的 因為我們是無國籍的遊民 台灣又不承認我們 中國大陸又不承認我們 香港又不承認我們 我們是無國籍的 我們畢業想去旅行 哪裏都不能去 唯一可以去的在哪裏呢 是澳門 我們這些有志青年人 去澳門賭場是不肯的 去哪裏呢 唯一去大嶼山 最遠了 那時候要坐半天船 在寶蓮子 在寶蓮子呢 就受和尚的啟發了 為什麼呢 我看到那幾百個和尚在那裏 一天從早到晚在那裏念 那我就想一下 哇 這些和尚 他們這麼誠心的去追求他們想要的東西 那我 那我 就想一下 哇 我就是 受了我們中文的教育 所以我們中文的文化的分圖 再之下 我又可以接受基督的教訓和基督的文化 但是我對於我的人生呢 從來沒有誠心去追求任何一件事的 雖然我想做科學家 其實讀書呢 都不是這麼用心的 都是喜歡玩的 那我想一下 我人心應該 就是好好去追求 所以呢 在這個大嶼山 再一次投入大自然的懷抱裡面的時候 就思想到關於神的事了 那其實聖經的知識我都有了 那所以就會考慮一下 那到底這個創造天地萬物的主宰是誰呢 那我在大嶼山那三天呢 幾乎全部的時間都是 除了看日落 看日出 都是在那裏看和尚 在那思想這些問題 到最後第三晚 那有些同學是基督徒的 他說我們要去和尚廟外面去祈禱 那我搞錯 但是你在和尚廟裡 連和尚都不念經了 那有什麼好做呢 那好吧 那跟他們出去 那記得那時候幾乎是月圓的 那個月光就很圓很光的 那那些基督徒在那裏祈禱 那我做什麼呢 那我就想 到底誰是上帝呢 誰是真神呢 我真是沒有辦法找到的 我雖然讀過那麼多聖經 聖經都很熟 但是上帝是誰 那我就自己做了一個祈禱 我說上帝我沒有辦法找到你的 我怎麼找呢 不如如果真是有你呢 你來找我吧 這句話說錯了 為什麼呢 因為如果你真是想要找上帝 找耶穌呢 耶穌會真是找你 那是很麻煩的 所以我祈禱的時候呢 我就可以說是有一個熟靈的經驗 有一個宗教的經驗 我閉上眼呢 是可以看到耶穌的 我不是看到一個人 一個什麼像 我看到的是一些白色的光 但是我心靈裡面認到這個白光呢 就是耶穌的 那當時呢 我就很想親近他 我願意接受他 願意親近他 但是不能夠的 我發現呢 他會連我很遠的 那因為我很熟聖經 我知道耶穌的救恩 那也都我知道 雖然我年輕 沒有什麼犯什麼大奸大惡 但是我知道 我人性裡面是有罪惡的 那所以呢 我就承認我是一個罪人 那我願意接受耶穌做我的救主 我求祂的補血洗淨我這樣 其實就是很簡單的祈禱來的 但是你祈禱完之後呢 那個心情完全不同了 就是我覺得 我可以融入這個白色的光裡面的 這個光呢就照到我心裡面 很暖的 很平靜 很舒服的 而且從此以後呢 我的心靈可以跟耶穌 時時在一起的 所以我就可以說 人生完全的一個改變 其實我自己沒有什麼需要努力的 就是我接受了耶穌 我就變成一個新的人 這樣 至少我的同學 看到我以前很頑皮的 他就看到我好像就發覺我有很大的改變 從此以後我一生跟著耶穌走 無論在科學方面 無論在屬靈方面 可以說我跟著耶穌走 這條窄路 至今已經超過半個世紀 我現在呢 就差那麼多七十歲了 我覺得我這一世真的很幸運 特別在中學畢業大學的階段 能夠信到耶穌 又有團契 又有教會 那對於我一生 就真是最重要的一個決定 就是接受了耶穌 那現在年輕人呢 其實條件各方面 比我年輕的時候 都會好很多 現在香港也好 海外也好 中國也好 教會也越來越多 是不是 這個科學也越來越發達 所以活在現在這個世代的人 肯定是比我們當時更幸福的 所以如果我們只是追求這個世界 物質的享受 追求名啊利啊這些 其實到頭來呢 你會發現 其實都是一個空 就是人生其實最重要的呢 就是找到一個方向 我們常常講呢 就是我到底是誰 我是誰 孔子說 就是不知生 因知死 其實這句話 倒過來一樣有意思的 你不知死 因知生 就是說你不知道你死去哪裡 那你今天怎麼活呢 所以呢 人生其實最重要就是有個方向 有個歸屬感 我們至少在我自己的身上 找到耶穌 跟隨耶穌呢 是一個最幸福的 是使得我心裏面最得到滿足的 那無論在生活上面 是怎麼樣 其實心靈的事情呢 是最重要的 還有呢 就希望大家呢 都找到一個 真是跟你同心同行的一個伴侶 這樣的人生 我覺得是最幸福的 死亡 她ץ 經驗 後來 查詞 更安排 查詞 查詞 感谢观看